方健,先跟大家報一報最新的官方公佈的死傷數字 根據官方公佈是七死,兩個重傷 另外有六位人士目前正在觀察 我剛才去過馬尼拉醫生醫院 目前那裡是高度戒備,不讓記者再進去 剛才我們在急診室看到總共有五位人士 分別是三位女人士和兩個男人送去那裡 其中四位已經證實死亡 另外有一位在搶救 那位女人士的身份是無法扩認的 在場的醫生看到我們是香港人 亦都問我們知不知她的身份 在場有其他的入境處人員 再提供相關的資訊給她們 目前那個女人士仍然在搶救當中 她腦部的子彈還未拿出來 我們都問過醫生有關她的生存機率方面 她亦都說不是這麼樂觀 而看到其他的傷者陸續送去兩間醫院 而馬尼拉醫生醫院那裡是其中一間重點的醫院 遠方出動了過百個醫護人員去搶救 亦都將有關的應變級別提升到最高級 目前醫護人員在搶救當中 我們都留意到其中一位 就是在整個事件當中獲釋的女人士 也就是那個導遊 她都是回到醫院那邊了解情況 我們都問過她 她沒有回應 先有時間交回香港新聞部 好 我麻煩到她來拉所有同事 謝謝你